大家好,我是小黛,欢迎来到第197参考信息 首先看看婚姻家庭的新趋势 1月18日,最高法出台审理涉彩礼案件的司法解释引发关注 彩礼在民间属于存在及合理的范畴 有补偿论、卖女儿论等各种解释 但在法律上长期处于模糊地带 近年来,多地彩礼金额走高,经常成为热点 涉彩礼纠纷案不断上升,还出过命案 要妥善审理,彩礼纠纷,平衡双方的利益 就必须明确规则和边界 民法典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因为这显然违反了婚姻自由原则,应当坚决打击 民法典婚姻家庭篇解释1 虽然规定了彩礼返还问题 但有两种情况未雨规定 1.是已经结婚并共同生活 2.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已经共同生活 此次司法解释关注到这两点 尤其是闪离的情况 要求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的情况 综合考虑彩礼数额 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 双方过错等事实 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比例 避免付出彩礼 特别是高价彩礼一方 人才两失 具体,大家可以翻看相关的报道和解读 总的来说,从好的方面来看 新的司法解释再次认可了彩礼的合理部分 否定了不合理的内容 反对借彩礼不当得利 从另一方面来看 既然规则明确了 要付出彩礼的男方也知道了规则 当然也会更加谨慎 那问题就是 到底是为什么而结婚的呢 在重庆丰都县 去年12月 有网民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投诉 说以前老人的丧事 是谁照顾 谁承办丧业 谁设立礼宾账簿 现在变成了一位老人事事 几个子女分别设立几个不同的礼宾簿 对亲友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希望审视一下这个事的合理性 老人丧事子女分设多个礼宾账簿 乍一听不太合理 但结合过往的事例看一下 2017年 山西一城一地 兄弟五人为母亲办葬礼 设立了五个单独的账台和一个公共账台 亲友们给谁的礼金就写在谁的账台上 家中老三称 这么做是为了方便事后分账 不伤何气 过去几十年 社会快速变化 子女的交际圈可能完全不同 冲谁的面子来 就给谁家礼金 亲兄弟明算账也很合理 这几天 封都县回应称 将出台相关的工作方案 杜绝不良风气蔓延 恐怕更应该审视 旧风气是否还能延续了 这两条连起来看 传统婚姻和家庭都在加速解体了 看一看中医药改革成果 2021年底 上海 浙江 江西 山东 湖南 广东 四川七省市 首批获准建设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 最近新华社盘点了一批成果 中医CT就是其中一项 但要打个引号的 这是一种红外热成像仪 在浙江 杭州 广东 顺德 陕西 延安等地 多家中医院开始借助 红外热成像仪 采集病人全身的热成像图 或者用经络检测仪 采集病人周身 12经络的电生理信号 再结合中医的 寒 热 虚 石 脏腑 经络等理论 进行解释 给出健康评估和疾病预警 让医护人员 进行针对性的健康干预 根据广东 顺德区附幼保健院官方说法 用红外热成像仪 最快5分钟 便可以完成一次全身扫描检查 而且安全 无创 无辐射 根据中医理论 把器官 把区域的热场变化 会早于气质性病变 因此中医CT 能够在机体还没有明显的体征时 提前2-3年解读出健康隐患 到这一步 中医CT可以概括为 让机器代替人工 对病人进行更全面 更精确的望闻问切 最时髦的AI赋能 当然也要用上 一些机构 不仅用AI分析图像数据 辅助人类中医决策 甚至考虑直接替代人类中医 让人少跑医院 甚至不跑医院 上海中医药大学就开发了 既能面诊又能蛇诊的中医智能镜 把中医资料和自然语言大模型结合 开发出中医虚拟数字人 重景GPT 能够和患者交流 开出汉代以前 经典医药著作中记载的方记 1月19日 数字齐皇中医药大模型发布 由华东师大 上海中医药大学 华东理工 海军军医大学 临港实验室 与华润江中现代中药 全国重点实验室 联合开发 以皇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等 1000多本中医药点集合文献 为核心数据基础 涵盖8万多种方记 2000多种症候 9000多种中药材 4万多种中药成分 1.8万多种靶点 以及2000多种疾病 此外 还有一批中医药大模型 名称有 齐皇问道 鞭食 神农 仲井 皇帝 本草 宣奇问对 孙思淼等等 感觉古代民医的名字 快不够用了 国家推动中医改革的目的 是让看中医用中药 更便捷 更安心 更省钱 用AIT换掉大部分中医 是不是也能省钱 接下来的话题 有点沉重 1月22日 云南昭通镇雄县 发生山体滑坡 造成两个村民小组 18户 47人被买失联 目前找到的 31名失联人员 均无生命体征 世卫组织认为 山体滑坡 比其他任何地质灾害 都更为普遍 1998年到2017年 山体滑坡 估计影响480万人 导致超过 18000人死亡 山体滑坡成因多样 可以是降雨 降雪 水位变化 溪流侵蚀 地下水变化 地震 火山活动 人类活动干扰 或这些因素的任意组合 其中降水 是最主要的诱因 2018年 《自然灾害和地球系统科学》 杂志的一篇论文发现 在统计全球 山体滑坡的 GFLD数据库中 79% 非地震致命 山体滑坡事件 由降雨引发 在地震降雨因素之外 采矿 建筑和非法挖山的人为因素 是不可忽视的诱因 郑雄此次滑坡发生地 是一个煤矿开采村庄 有人反映 事故疑似 与煤矿开采工作有关 不过当地能源局表示 煤矿公司去年11月已经停工 几个月前 曾有村民发现 山体存在多处裂缝 郑雄县23日发布会表示 经专家初步研判 此次灾害 属坡顶斗崖区 发生崩塌 11年前 郑雄发生过一起类似的灾难 2013年1月11日的山体滑坡 造成46人死亡 两人受伤 善后处置引发了两次风波 第一是在未经遇难者家属 签字同意 部分家属没有见到亲人 最后一面的情况下 遇难者遗体被强行火化 引起家属愤怒 第二是云南省和国土资源部的 两个专家组 不到24小时就做出事故结论 定性为自然灾害 当地村民和矿工 提出与专家面对面辩论 国家煤矿案件局也注意到舆论质疑 则称云南煤矿案件局 调查山体滑坡 是否与煤矿开采有关 但没有查到后续 十几天后 1月28日起 郑雄县四个村民组 不断发生山体崩塌 群众财产受损严重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原因是煤矿采空区垮落和沉县 2014年10月 郑雄的山体滑坡事故 导致一户民房三人被埋 两人获救 一人遇难 2021年4月 郑雄再次发生山体滑坡 一家三口不幸被砸身亡 十年来 这么多滑坡事故 加上有不少采空区 是不是应该考虑 把人往外牵更合适 看一下近期的一种风向 1月5日 山西平遥文旅局发布告知书 称近年来 晋商少奶奶旅拍 引发游客来平遥体验汉服旅拍 原因离不开背后厚重的 晋商文化礼运 体现了民众 尤其是年轻一代 对传统服饰的热爱 和汉民族文化自信的高涨 为保护平遥古城的历史真实性 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 确保旅拍传统服饰 符合古城千年汉民族文化底蕴 和历史风貌 禁止古城内所有旅拍经营户 上架与汉民族文化不相适应 和不符合时代主旋律的服饰 第二天 平遥文旅局表示 告知书属实 目前已删除 领导证开会商讨此事 差不多同时 有网民宣称 南宁地铁通道出现日本军旗图案 南宁轨交7日回应称 广告采用折扇等 中国传统设计元素进行组合装饰 客服人员表示 绝不会是日本军旗 可能是画的像 但令人费解的是 南宁轨交声明里说 第一时间将画面撤除了 此举反而激起了更多的争议 从多家媒体的评论区看 不少网民认为 那个图是被恶意举报的 不应该被撤除 南京也未能幸免 1月21日有博主称 南京中央商场新接口店 张贴含有旭日旗等 日本元素的新年贴纸 并在现场怒斥 这里是南京不是东京 报警后警方要求商场 将装饰贴纸撕掉 此后有人贴出这些装饰化的全景 很难说怎样才能看得出来 是旭日旗的元素 老胡发微博说 那个博主还被发现 他此前就喜欢搞这类指控 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往亲日媚日的方向硬扯 打击商家的正常经营行为 煽动对立情绪 这绝不是爱国 而是以极端方式吃流量的歪门邪道 湖北日报旗下的吉木新闻也被围攻 证据是logo向日本国旗 如果把中间的字去掉 简直一模一样了 让人啼笑皆非 这个我也经历过 老胡说的有理 太阳并非日本人专有 因为他们有了旭日旗 莫非中国人就要在任何地方 都避免对太阳和太阳形状的 艺术表现的不成 炒作极端民族主义 是要被反噬的 最后浅看一下中国足球 开年也有点难 先是足球反腐上央视 随后中国队在卡塔尔亚洲杯小组赛 三战难求一胜最终出局 创下征战亚洲杯以来的最差成绩 首次整届比赛一球不进 亚洲球队都在进步 中国足球得好好想想了 国内联赛新赛季成为焦点 1月17日 大连人俱乐部宣布解散 因为历史债务无法化解 无法正常运营 其背后的金主是万达王健林 五天后 同样没有完成债务清签的深圳队 也宣布解散 其金主是家兆业 两年前爆发的债务危机 早已自顾不暇 中超八冠王 两次亚冠冠军得主广州队 同样陷入了解散危机 欠薪数千万 由于投资方已无力输血 球队的日常运营 全靠恒大足效的校舍 和场地租金维持 仅够一线队开支 不足以化解历史欠薪问题 1月20日和21日 广州队直播卖起了库存球衣 训练服 外套纪念T恤等 直播间有一条精选评论 现在留给广州队的时间不多 大家一起努力跨过这个难关 广州队不会倒下的 最近还有一起球迷官司 两年前 俄乌冲突爆发一周 当时网传爱奇艺体育 可能停播英超 热刺球迷金先生 看到转播时间表里 没有英超第28轮比赛 问客服后得到回复 刚刚接到通知目前因故 取消英超的转播计划 金先生说 第一反应是屈辱 被人欺负了 这么点小快乐 都可以因为各种 冠冕堂皇的原因 被随意剥夺 后将爱奇艺体育 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 爱奇艺体育工作人员 曾告诉金先生 停播是收到 有关部门的电话口头通知 但在法庭上 没有这么说 财新引述 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平台 从业人员介绍 行业禁令并不会 以红头文件的形式 正式下发 有时是口头通知 有时是某种 流传于圈内的潜规则 爱奇艺体育变称 英超要在第28轮比赛中 加入支持乌克兰的元素 是爱奇艺体育 无法预见控制和避免的 其也没有任何能力和权力 消除信号中的乌克兰元素 只有暂停直播 不过后续直播第29轮比赛 回放中把广告牌上 支持乌克兰的内容打码了 金先生一方认为 你们原本有办法 做技术处理后播放 法院最终判决 爱奇艺体育退还金先生 7.84元 并承担案件受理费50元 驳回金先生 其他诉讼请求 双方均未上诉 好的 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 我们周五再见 danke 的 谢谢